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距离飞行的特点 意味着他们能够深入印度洋和太平洋 发现外国军舰以及非法捕鱼或偷渡的情况 他们向南还能到达远至南极的地方 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说 了解谁在我们的区域活动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样一来 在必要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针对任何威胁做出回应 他说 人与海神无人机 将延续澳大利亚监视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的能力 佩恩说 不管是借助水面舰艇还是飞机 澳大利亚都坚持自己 有权力穿越南中国海国际水域 全部6艘人与海神无人机 定于2025年底之前投入使用 这些飞机收集的信息将与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澳大利亚的盟友分享 人与海神将驻扎在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爱丁堡的澳大利亚皇加空军基地 按照计划 他们会与美军密切合作 人与海神不携带武器 因为他们完全用于开展侦察活动 澳大利亚2016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 包含采购7架人与海神无人机的计划 但政府今天宣布的只有6架 报道称 该协议包括与美国海军之间的 一项2亿美元的联合计划 用于研发 制造和维护人与海神无人机 美国海军协助研发 制造和维护人与海神无人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